好 刚才桑迪不是说 我没法去分析状态吗 这点很讨厌 没法去分析状态 那实际上我们看看 是不是真的不能分析 就不是状态 而是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那可能我们想要了解 我们跟这个 我们走进餐厅 或者我进去 跟服务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 是不是应该给他分两个区域 一想到分区域 我们想起谁了 Second diagram 对不对 我们的十句图里头 那种分区是不是很值得借鉴 所以我们不可以遗忘它 那我们给它进行一个 纵向区域的划分 我们就采用这个 Swimline 这个做的 我觉得做的也不是 特别好的工具 好 我再这样点一下 这个叫什么 客户 我们再给它分一个区域 这个就叫服务员 这样子我们在划分的时候 是不是又可以有新的画法了 对吧 你看 这样子他们的关系不就出来了吗 很快的就可以画出来啊 就这样子 很快就可以把他们的这个关系给建起来 那么 所以它这个非常形象 叫永道 也很容易理解 就像游泳的时候 我们给它分成一条一条的 对不对 大家互不影响 但是可以有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手伸过去跟它握一握 游泳的时候 但彼此游泳的时候 还是要走好自己这条道 理解啊 那水平永道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样的 水平方式来划 一般我们都用垂直永道 OK 那么这些对象 我给大家介绍清楚 清楚了 就每个元素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我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下面看大家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我们有个业务描述 就是公司的一个业务员 打电话给客户 约定一个约会吧 就是一个见面吧 见面谈谈客户 那么如果约定的地点是在公司内 那么行政人员要 要去为我们的会面 要为 会面 准备一间会议室 如果约定地点是在公司外 那么业务员要用笔记本 准备一份陈述报告 业务员与客户在约定的时间 和地点见面 业务员准备好会议用纸 如果会议产生了一个陈述 则我们的业务员要给他记录下来 带回公司 这样一个过程还挺复杂的 我们看一下用activity代表我们怎么来画 打电话给客户 在公司见面 一打电话给客户就有两种情况 看到没有 我把情况是不是写在这条线上面的 写到这条线上面的 一种情况是什么 约定了在公司内见面 一种情况在公司外见面 在公司内见面就要准备会议室了 然后再去出去见面 跟客户最终见面了 在公司外见面就要准备笔记本资料 直接跑去跟客户见面 被指 被指也有两种情况 产生了决议就建立备案 没有产生结议就直接over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或者画的有点简单 那么这个是不是反映不出 他与客户 就业务员与客户之间的详细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使用永道 我们看一下永道怎么样来画 业务员客户和公司行政员 看没有 这就是谁 业务员打电话给客户 两种情况 在公司见面就由行政人员来准备我们的会议室 那么准备笔记本 如果在外面见面 那么又员与客户会见面 被指 又有两种情况 有决议和无决议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有比方说就拿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 Action State 与客户见面 我们是不是按照正常来说的话 是这两个人都有关系的事情 对吧 他们两个相见都有关系 那有的人就会说 丧帝我是不是应该画到这条线上面 我们还画不到你看没有 所以有的人就会问 我们手画的时候 要不要给他画到这条线上面 我告诉大家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那你说到底应该画这边 还是画这边呢 就看哪个是主体 你画到哪边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 刚刚开始学画这个图 最容易搞不清楚的 就是他应该 应不应该画线上面 两个 两个永藏都有联系 OK over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要多画一下 才会变成自己的 我画一下是很简单 因为我都已经 就是信手拈来了 对于这些图形 那么 那活动图的重点和难点 这里重点是判定 判定的时候 判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他的那种条件 我们要画到那条线上面 这个要注意就好了 并发 我们刚才在这里没有画并发 你完全可以去给他画一个并发 我把这线给他改一下 这就是一个并发 这样子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通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并发的作用是什么 表示 当他和他同时到这的时候 然后继续下一步 这也很容易去理解 信号 这给大家演示过了 我们用信号 这个信号量 往往我们会用来表示什么呢 第一 如果是在我们程序里面 我们往往用它来干嘛 send message 比方说我们的前一人 不是刚学了 broadcast with saver吗 send broadcast 和broadcast with saver 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要表示出来 是不是就应该用它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对吧 这期 就有的时候 即便不是发这种消息 但是我们是什么 请求 比方说你 向某一个网址 服务器端 客户端 向服务器端 发了一个http的 这样一个request 我们也是用这个来发 这个能理解吧 并且得到它的response 对象流程 这个我也给大家讲过了 就这一款 好 下面我们看几个问答 活动图是否必要 以我的经验来看 活动图就是用来描述流程的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 桑点 持续图也是用来描述流程的 活动图也是描述流程的 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我会告诉大家 一般情况下 你只要 这样我给大家总结一个经验 活动图 比持续图复杂 没有活动图描述不了的流程 但是有持续图描述不了的流程 你就只有这一块 那么这句话 最后的结晶 我们在用的时候 实际上只需要记更简单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 优先考虑用持续图 持续图画不了了 我再用活动图 这个就简单了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OK 我们来看 之前 我从客户那里 拿到这样的一份流程 是一个广间项目里面的 一个收录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 它是描述了 整个数据流的 这样的一个走向 在各个硬件 服务器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走向 如果要用文字来表述 说小 说到太小 又看不清了 它基本上就是 怎么来走的呢 是 我们 从 从这个地方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太久 太久之前的例子 它起点在哪里 OK 就这 从这个地方 有一个AV收录服务器 这个收录服务器 去获取 一些 比方说从我们的 卫星 从我们的卫星 去获取一些节目员 这样的内容 由我们的收录控制机 进行一个控制 去触发 那么触发的话 它是怎么触发的呢 它是去读这边的 有一个存储阵列 读这些存储阵列 那么 它并且会转向 转向到我们的几个 包括我们的媒体网关呢 这儿太小了 从我们的媒体 就是数据员嘛 我们说 你一个电视节目 这样一个接收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数字信号 一个是模拟信号 对不对 它是不分的 它是可以把数字信号 和模拟信号 全部都接出来 接出来了过后 当然他们之间关系 比较复杂 然后还有再次扫描 还可以去push 去推送任务 去推送一个任务 那么推送任务 推到哪里呢 推到这边 有一个任务处理中心 这里头又有几种服务器 那么 那么整个任务 是存在哪里的呢 是有一个存储中心 然后这些服务器 又去完成 它的其他的一些工作 并且去返回 给我们的客户端 你看这个网就比较复杂 而且这里头很多时候 是有触发条件的 对不对 这种有触发条件的 比方说 我们以前是不是常常用计划任务 计划任务就是什么 当什么时候 比方有新的更新了 这个条件就出发了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用实际图 有的时候画起来不是很好画 包括我们这张图 大家不信的话 你下来 你看一下 这样你去找一张类似的图 你看一下你用实际图 好不好画 不好画 但是不好画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这个图画的不好 知道吧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客户在画图的时候 其实他本身是不是很规范 他想到哪就画到哪 就好像就拿用力图来说 我们以前在画用力图 我都说了 这些都动兵断 也把它连起来 对不对 不止一次客户给我画的图 是什么 画一个流程 他也是按照用力图画的 但他喜欢这样的话 客人 餐厅 然后走入餐厅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以前常用的画法 你说他错了吗 按照我们UML的标准 他确实错了 但是 客户能给你提供图都很不错了 所以你不能提别的意见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转化 所以这张图其实画的不是特别好 而且不太容易让人找到起点 对不对 不太容易让人找到起点 也不易观察这张图 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要画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用 不能用原来的什么时序图的这种画法 我们就得换一种方式了 我们就得用活动图来画 这个活动图 我好像画了一个 但是我忘了认识是扔哪了 看看是不是在这 我试着 我试着 我的电脑的问题 这些工具的问题 常常报错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对 它那大小写的零字 零字 零字 哦就是文件不对 这些工具的那些工具 找一下,我找一下,这图画的有点多,不好找了 好,这儿,你看这就是我对这张图的,把它转化成活动图的一个画法 你看有多少对象之间的关系啊,还是比较复杂,对吧,还是比较复杂,那这就是我们把它画 你看在这个地方我还用到了同步,我还用到了同步 简单的画了一下,所以大家看,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用它来画,用实际图表现就很难了 所以反正你就记住,我刚刚说的这个原则,我刚刚说了一个原则,还记得吧 这是优先考虑用实际图,表现不了了,我们再用活动图 当然了,如果说你对活动图你比较青睐,你可以直接不用实际图,直接用活动图 也可以,对吧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实际上活动图 实际上活动图在表现多个对象之间的复杂活动关系的时候 比实际图更具有表现能力 更具有表现能力 OK 那 同样的 给大家一个场景,大家自己下来 做一个练习 那这个活动图的话,我就不给大家去练了 我就不给大家去练了 这个作为大家的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刚刚用实际图表现了 车主上车,打火启动汽车这样的过程 那么大家下来再用活动图来给它练一下 至此 我们的这个活动图也给大家讲完了 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下来一定要去练一下 一定要去练一下这个图形画法 具体的可以参照 我最开始给大家讲 我就用那个肉子给大家画的那个 会见客户的那个过程 对吧,我当时也给大家画了那样的一个图形 那这个活动图的话 其实一般的小项目中 我们画的也比较少一点 也比较少一点 最最必不可少的是我们的用力图和我们的类图 那好 稍微休息一会儿 待会我们继续讲到我们其他的图形 OK 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 我们的UML图里面最复杂的一张图 就是我们的类图 那么照节我们来看一下类图定义 类图在需求阶段和设计阶段有不同的含义 在需求阶段 类图我们把它看作是一张对象图 Object Diagram 当然在UML2.0里面 单独引入了一个叫对象图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大家下来可以结合 后面我会推荐一些关于UML书 大家去看一下 比方说 最经典的好像有一本叫UML参考手册 那本书反正你肯定把UML看得比较全 MDA模型驱动的基础就是对象 类图是用来描述实体对象的 和用力图是同等的重要 那么类图和设计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后面也会跟大家讲到 还有类图跟数据库的一些关系 我们后面都会跟大家讲到 那么简单来说 你就知道 类图是用来描述我们对象 对象及对象之间的关系的 这是我们对类图的一个定义 类图用来描述对象 及对象之间关系的图 这对它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同样的我们照就来看一下 类图在我们StarUML里面的一个表现 这个不要吓到 看似有点复杂 看似有点复杂 那么同样